40多岁本土剧女神李燕出演过《甘味人生》、《炮仔生》等经典作品,而且都是担任第一女主角,戏份相当吃重,则料她却曝出请辞剧组并送院开刀。 对此,李燕还原惊险就医过程,病况在恶化,直言时止粗的管子塞进喉咙,最新病况曝光。 李燕在八点当,一家团员,担任女主角,子料健康亮红灯,声带长简德开刀治疗,再加上个人事业繁忙,重重考虑之下决定向剧组请辞。 李燕在脸书发文,再苦都要笑着,并晒出医院照,吓得不少粉丝留言关心,祝福李燕手术顺利。 对此,李燕开直播分享病况,直言原本是打算要动手术,但因为对病情很害怕,决定换到另一家医院再检查看看,追查声带长简状况,而晒出的那张照片就是看诊画面。 李燕还原就医状况说,医生麻醉她的喉咙后,就拿出比她脸还长,直径宽度,大约她的食指粗的管子进行检查。 原本她只有一边声带长简,但最新查出两边都长简了,现在开口讲话时,声带缝隙是无法密合的。 不过,医生建议李燕可以再试试看药物治疗,或许还是有机会可以不用开刀。 李燕透露,医生先让她吃一周非类固醇的药物,检测是否有效治疗,若是没效会再安排开刀。 李燕也在直播期间,晒出药包并表示,之前都是打泪,固醇针治疗,效果很好声音也会恢复好,但也导致脸超肿,所以这次才采用非类固醇药物治疗。 如果未来真的要开完刀的话,修复期,要两周,期间不能说话,对饮食都有很严格的规定。 本土剧女神李燕出道多年,靠着亮眼的外形和精湛的演技,受到很多粉丝喜爱,不过备受瞩目的感情生活却几乎挂邻。 之前她就透露自己曾经主动求婚男友,却两度被拒绝,对这段过往一直没办法放下。 当时她只觉得实际味道,没想到却目睹了对方吃喝玩乐的一幕,被抓包后,让她心里一直无法释怀。 此外,她在2013年,闪家谢点灵的事情曾引起轰动,婚后她还公开帮老公站台拉票,不过两人婚姻只维持了18个月就告吹,双方都表示是因为个性不和,没有第三者的介入。 后来,李燕也爆出离婚心声,相当感慨,这一场短命婚姻,其实她跟谢点灵只交往两个月就结婚了,让不少人觉得太过冲动。 据媒体报道,李燕在节目上谈到过去的婚姻,相当感慨地说,这无关背叛,跟前夫之间,跟任何人都无关,甚至连争执都没有。 单纯就是我不适应,也不想要过这样的生活。 她还说,在留在那边自己不快乐,对方也不会快乐。 而且,两人除了在生活当中,对于孩子教养或是未来期许,都有着不小的落差。 一番话道出了婚姻中,克服不了的难关。 其实在离婚时,她认为自己还是爱着谢点灵,但是在整个过程中,真的觉得太辛苦,最后勇敢选择了放手。 当年协议离婚后,她很快就重新投入戏剧拍摄,怕能忘却情商,也让粉丝能够时常看到她,重新找回自己。 还坦言结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,并表示本来没想过自己会结婚,更没想过会离婚。 如今,情感失败,让她开始成长,除了做人变圆容,也学会珍惜当下拥有的,甚至还表示要去流浪一下,因为少了生活的重心,已经很亏了,不能失了快乐。 不过虽然她并未说出离婚的具体原因,但媒体却在不停报道,都说谢点灵在当上议长的前几个月,就与酒店女子未婚生子,隔年,又有另一名酒店女子抱着女婴,来认爸爸。 外传两次都有给过数百万盒谢金,直到遇上李燕,谢点灵才甘于终结黄金单身汉生活,但想必浪子作风从未变过。 而李燕在离婚后,与童俊男演员赵俊亚因拍戏传出情愫,之后两人也大放任爱,还被拍到一起去巴厘岛游玩,也一度进展到见家长的程度。 虽然她和前夫一直都没联络,但谢点灵得知她和赵俊亚的恋情后,曾主动打电话问候,问她男方对她好不好,她当时表示这是一种祝福也是关心。 赵俊亚大赞她是一个很棒的女生,相处起来很融洽,但最后这段恋情只维持短短一年就告吹。 现如今,即便已过了试婚年龄,但婚姻在李燕心中已蒙上阴影,她还说自己很会哄小孩也很喜欢小孩,但对于未来人生清单上,是否还会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? 她则难过表示好像没机会了,最后她也强调,现在只希望懂得彼此的人陪伴在身边,不一定要有什么风花雪月,生活就是稳稳当当,可以陪她细水长流,一起快乐生活就好。 在事业上,李燕近几年投资自创品牌,升格为老板娘,虽然拿出250万投资冒险,不过第一个月就拿出好成绩,近两年业绩成长200%,如今更是不断创新营业额佳绩,可说是经营的有声有色,现在拍戏空档就到店里工作,事业相当有成。 尤其是在八点档,炮仔生,杀青后,她更是百分之百投入品牌营运,回归全职执行长。 而且,虽然她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,但回到家又继续抱着电脑工作到凌晨三点。 在她亲自操刀下,母亲节,周年庆及双十一档期业绩才持续翻红,平均每个月的营业额高达八百万,年营业额也有上亿。 她的公司编制有六位员工,身为老板其实不想给员工太多压力。 每天进公司,她最爱跟员工讨论午餐吃什么,或是突然带着员工翘班去吃吃喝喝,散心,只希望员工在公司做事是开心状态。 商场得意情场却继续失忆,她现在回归上班族,桃花一朵都没开,也没有心思谈恋爱,商业场上的客户都是已婚难,身边完全没有任何恋爱的机会。 因此她还说,心中已经不再有结婚和生小孩的选项,只想要找一个伴,还表示教养小孩太困难了,而且自己真的很容易看腻一个人。 此前素有八点当女神称号的李燕,在社交平台上写道,开始倒数计时,终于能见到心里的家人们了。 据悉,这次她将在新剧《一家团圆》饰演汤圆千金,并与一幕情侣陈冠林再次合作,那几天她天天都睡到自然醒。 把整屋子的衣服收拾完毕,预告在经历一年半的休息后,终于要拍摄新戏《一家团圆》,而她也要把握时间,多加休息,用养精蓄锐来做充分的准备。 之后她与同剧演员翁家明,陈冠林一同现身创意内容大会,为新戏《一家团圆》宣传。 当时久违露面的她,笑说,难得当回女明星,让自己紧张了两天。 而忠实的观众们更是期待,她与陈冠林的组合,大呼期待惯艳的一家团圆。 除了拍戏外,她周一到周五都要进保养品公司上班,目前整个心思都在工作上面。 笑说也许有人对自己放电,但全心都在事业上,完全没有接受到电波。 虽然,感情生活还没有着落,但粉丝也听得出,她应该已经放下那段过往,准备迎接美好人生了。 此外,说起李燕当年的成长经历,也有不少的故事。 之前上节目的时候,她回忆小时候家庭经济状况不好,加上父母离婚,与妈妈,姐姐和弟弟同住的她。 为了帮忙扛起家计,刚毕业的第一年,就一个人兼做两份工,先是在阿姨公司上班,从早上八点,就在化验室打烊到晚上六点。 下班回家吃完饭后再到附近超商,打工到半夜十二点。 等于从早工作到半夜,刻苦经历让一旁的主持人惊呼,怎么可能受得了。 她则无奈表示,没有办法,因为要讨生活,要养弟弟还要付房租。 她坦言,刚出社会的一整年,或许是因为不适应,那一整年,每天都在吃药,尝尝一颗馒头,从早上捏到下班都还没吃完,吃也胃痛,不吃也胃痛。 那一整年很不适应出社会的状态。 当她回忆起家机不好时,弟弟需要缴营养午餐餐费620元,那时母女三人把身上所有零钱拿出来凑,才刚好凑齐。 当时,她担心弟弟抓着一把零钱到学校被同学校,还特地到楼下杂货店帮忙换成百超。 索性到了最近几年,弟弟已成年,家里经济状况才渐渐有了好转。 这两年,她也重返最熟悉的荧光幕,回到这个有许多人等待她的舞台。 一心只想把戏演好的她,亮眼的演技依然深受观众们的喜爱。 总之,对于李燕来说,纵然过去有过坎坷,如今也算苦尽甘来,若是不能在感情中求得避风港,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也不是为一件好事。 话虽如此,还是希望她遇见一位真心,疼爱她的男人,给她情感上的抚慰。